大家好,又到我貓叔喝毒酒的時候 今次喝這個和歌山的黑牛 這個黑牛日文字的書法也有名的人寫的 上次我喝三粒米是上面,和歌山是下面的 今次的精米步合很過癮 它寫50是掛米的60%精米步合50%,不太清楚 這個要再上網檢查一下 當然,酒的東西很簡單 不同的畫面,不同的時刻,不同的人,不同的地點 喝下去的味道都是不同的 這個就是大人飲品的味道 這次之前拍了兩次都忘記了 18歲以下的小朋友就不要喝了 駕車的朋友也不要喝 記得,切記切記 記得喝毒酒的話,通常我都不會 只喝一杯東西的 所以我就配上這個 這個就是剛剛日本超市的 一個Pot-up Store 就是一個跟韓國人做的聯名的 一個Korsofa的Pot-up Store 就是做出來的醃漿 有三款的,蝦、蟹 我這一個就是一個醃的三文魚 我本身已經是用白飯混合了 試過混合了 當然,吃東西是很簡單的 不同的味道又有不同的呈現方式 所以,單一一樣東西記得 同一一樣東西記得不要只懂得用同一種方法去呈現 用不同的方式去嘗試 才可以嘗試到它的真偽 所以我試過用白飯去試這個 這個三文魚 我經常把三文魚和吞拿魚撈軟 因為我喜歡吃吞拿魚 所以變成,因為三文魚其實有一點色素問題 所以我就不太喜歡吃 但是它沒有,所以這次就沒辦法了 那我就 將就一下 試一下這個 我用白飯去襯托的話,是非常好吃的 如果加少紫菜碎的話 基本上是屬於白飯殺手的 有一東西爬爬爬爬下去 一、兩、三塊 基本上兩、三碗白飯就逃不掉 所以變得 其實試完之後,我也發覺 這個用來配這個 好朋友絕對的絕配 所以這次用這個黑牛 配上這個 韓式 三文魚 這次這個主角獨酒 黑牛 純米酒 這個我就會覺得 忠誠於玻璃盡 因為現在很多 純米酒都是 膠盡狀的 所以變得 所以變得我就是退卻 因為我是想忠誠於這個 玻璃盡 這個就是 尷尬 有趣的 喝下去其實 屬於追酒喝的感覺 如果你說追酒喝的感覺 你本身喝下去不像辣喉 如果你喝很多威士忌的話 有煤炭味的那種 你喝下去會消心消肺 這樣就頂不住 這個喝下去會有一點清淡的感覺 這個雖然是 杯裝酒應該也有 應該也很高度數 這個杯裝酒的話 180ml 即是 一盒 變成是15-16度 但你不喝下去 其實那個感覺是有一點 赤絲水 其實不用太害怕 因為 其實喝下去 你喝到米酒的味道 但是 它後面就沒有了勁的 後勁 是少一點的 所以你容易一點 我覺得如果你相對來說 對於初學者來說 想嘗試喝米酒 即是 說是耕耕的米酒 不是很漂亮 你每天都喝 拆製或者喝十四袋 我就沒得好說 這個比較順喉 因為它喝下去 是有個酒香 但是 它下了喉之後 那一口 你會感覺到是水 這個沒錯 我真的覺得是水 即使現在 現在還冷 但我覺得 可能放久一點的話 也有這種感覺 還是水的感覺 為何那麼厚 感覺那麼薄 因為日本酒 其實如果我看回 看一些不同的歷史 網上 其實日本酒以前是用木桶來裝的 釀製的 釀製之後就會拿出去賣 但是問題是 一桶釀製出來 經濟效率就不太好 所以 當時就想到一個方法 加水 加水 就可以沖淡一點 一桶可以三桶 就可以賺多少錢 但是問題 會令到日本酒 給人的感覺 跟水 蜜珠 有點掛勾 就說 有 米酒 是可以釀製的 因為水 淡到 是 魚都可以在裡面生存 所以呢 變成了 有一間酒廠 要擴依 就做了 不是 有一間酒廠 就做了一間酒 要擴依 就是錦裏 就說 我 養 我養魚的酒 都是酒中之霸 就是可以養錦裏的 雖然我這間酒 是溝水 我不知道它有沒有 但是 因為以前 一直以來流傳下來 就說日本的酒 是很淡的 可以養魚的 所以它就突破傳統 希望想突出那個框架 這個我覺得 是有趣的 因為你喝下去 是很香 但是你的後勁 是 是很薄弱 變成相對來說 你可以是 吃到日本酒的那種感覺 那種清酒的那種酒香 但也不會令到自己 很難受 因為有時候有些酒很厚勁很勁 變成你又退卻 你又不想喝 我現在放久了一點點 其實它那個後勁 沒有那麼冷之後 後勁的酒香 都開始發出來 但是 都沒有之前的那些 杯裝酒那麼厲害 都還是喝得到 有一個 甜味 所以我覺得 如果 初學者的話 想去感受一下那個清酒的味道 但又不想 那麼有那個烈 厚勁那麼厲害的話 這個可以試 當然啦 之前我喝的那杯三粒米 就不用喝了 你喝的那杯絕對沒問題 但是這個黑牛呢 都不是屬於高價的清酒來的 這份是說 黑牛它自己有個 720 我記得是720 是那些特別版的話 都是說 四五百元可以解決 就不像14代的那些 那些 每次都 兩三 兩千 其實兩千 你 划算的 我看到那些 沒有三千也四千 不過呢 它跟那個 山田錦 我喝下去 那個山田錦的味道 是差一點 真的 我想我要再試多一兩支 山田錦的那些 米 那些清酒的 那個系列 因為我發覺 那個米香是很不同 很有 很有韻味 很有那個 很有一個 定位的味道 扮了出來 這罐黑牛真的不錯 我會去嘗試買一瓶720 去試一下 不是黑牛的純米酒 是淫藥 我現在這一種是米酒 我覺得米酒 日本人其實 你不要看少這些 杯裝酒 因為其實呢 日本 我看 我看回那些 資料 就說 其實很多日本的酒商 希望想人去接觸一些 去生產的 酒 所以 先去 製造一些 杯裝酒 好喝 等人呢 好像這些 Tasting Tasting 去Trial 去試 試一下 好喝喔 我就會再去 買酒商的 高價 酒 那麼 答案就是 答案就是 它這個杯裝酒 其實它的 質感 質感 都不會差 因為它是要釣 好像釣魚 釣魚最重要的是 魚餌 我說什麼 賣什麼 我跟售貨員這樣說 釣魚最重要的是釣魚 又有魚餌 所以 這個就是 要有好的魚餌 可以釣到大魚 買那些 高價 再高品級的清酒 所以 你不要小看 它這個杯裝 一定是 平價酒 一定是 你 做得不好的 才做這些杯裝酒 這個概念 要 我又不可以 我又不可以轉變 你可以試 最重要的是試 不試 知道嗎 不知道嗎 你不試 不知道 不可以說空口說白話 只有 說台灣的菠蘿 有問題 就不讓你入口 但問題是台灣的菠蘿 真的很好吃 我去台灣的時候 都試過 非常之甜 最重要是甜得來 是不會戒口 吃完又不用用鹽水浸 這個才是 它本質的 利害之處 這次就喝了這個 喝毒酒 喝了這隻 胡蘿哥生的黑牛 配上我這個韓仔的 葉沙文魚 POP STORE 沒有了 我想加多幾天 你買不到的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按個like 如果想繼續收看 按個訂閱 貓蘿 繼續喝毒酒 拜拜